最近,超多热门综艺强势回归,奔跑吧兄弟和,极限挑战,前后脚开播,前者继续由杨颖坐镇,而后者则全心邀请了,黄晓明加盟,曾经的夫妻分别在两档,同期播出的综艺中挑大梁,难怪会被网友调侃上热搜,眼看着4月已经接近尾声,与奔跑吧。 极挑并称国民三大综艺的,向往的生活第七季,也传来了好消息,节目正式官宣回归了,向往的生活是国内做的,最成功的慢综艺,即便最新几季口碑有所下滑,但收视率却不减反增,尤其是相比遭遇了,收视滑铁炉的奔跑吧,和极挑,向往显然是三档,节目中最成功的,如今第七季即将来袭,本季内容有什么变化, 常驻嘉宾阵容依旧是,观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,要知道,早在向往期启动录制时,关于最新一季的部分细节就,已经在网上引起了网友激烈讨论,而在4月21日,向往官方微博终于有了动静,不仅发文, 阳光正好,微风不燥,我们在临深处等你,高调官宣回归,还发布了一张概念海报,宣布最新一季即将上线,与大家见面,通过官方发布的概念海报看,最新一季应该是,森林片, 整张海报是一张森林深处图,主要以绿色为主,神秘中透露出了勃勃生机,虽然整张海报没有一个人,但节目组细新疆, 蘑菇屋的小动物小H,小O以及彩灯,点点等家人,全部画在了这上面,让观众倍感亲切,值得注意的是,向往的生活这次官宣回归,很明显是为了之后的播出预热,但相比,发布一张概念海报,如果节目组能够发布,带有,常驻嘉宾的海报,或许会更加吸引大家的关注,节目组这次对常驻,阵容逆而不宣,很明显是想将悬念留在最后, 而除了最后常驻阵容,值得期待外,本季节目又有哪些新颖的,农事是另一大悬念和亮点,众所周知,相比前几季,向往期似乎有较大调整,有知情网友爆料,本季连,蘑菇屋都没有,需要何炯,黄磊等人亲自动手搭建,嘉宾除了要自己搭建房屋,招待好客人外,还要进行养鱼,喂猪,种地等农事的项目, 节目内容可谓相当丰富,在常驻嘉宾方面,早早就传出了刘宪华即将回归的消息,不禁让人就有很多网友担心,张艺兴会不会因此而退出,毕竟在很多网友看来,张艺兴的综艺感不强,反观刘宪华则很会活跃气氛,关于两人谁更加适合, 这档节目一直充满争议,这部,向往期刚官宣回归,评论区就出现了,不少讨论张艺兴,刘宪华去留的发言,有的人直言就是冲着,张艺兴才看这档节目的,虽然很多人调侃节目,越来越无聊了,但在张艺兴加入后,收视率却涨了, 讨讨度也很高,这是不争的事实,也有人力挺刘宪华回归,表示喜欢他的幽默,觉得有他在,节目才会好看,显然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张艺兴和刘宪华都有,不少支持者,但有关两人二选一的,争论大可不必,因为就目前的情况看,张艺兴,彭玉畅和张子峰都进组了,刘宪华也一直在忙自己的,音乐事业,他们不一定有档期全程跟完, 向往的生活期整组录制,就曝光的消息看,本季常驻谨慎何炯和黄磊,也就是说张艺兴,刘宪华,彭玉畅以及张子峰都,将是飞行嘉宾,能够回归录制几期都不好说,或许四兄妹都没有同框的机会,而且每位观众的欣赏水平不同,有的人喜欢热闹,所以觉得刘宪华更适合这档节目,但有的人喜欢安静,就更喜欢张艺兴了, 两人各有优点,根本没有比较的必要,芒果之所以能称霸,国产综艺市场,善于创新是很重要的,因素之一,比如被誉为慢综艺鼻祖的,向往的生活,即便第一季刚开始甚至,吸引不到金主赞助,但节目一开播就是爆款, 如今已经成功打造六季,是芒果最重要的,王牌综艺之一,去年第六季,在播期间,因为龚俊和张艺兴两大,顶流的粉丝争执,节目官博发文表示遗憾, 那句,是节目的悲哀,也是这届观众的悲哀,引发巨大争议,被质疑内涵观众, 停播呼声一度很高,但是对于更多路人观众来说,他们并不在意粉圈的,小范围摩擦, 大家对向往的生活期,依然抱有很高的期待值, 4月21日,湖南卫视与向往的生活,官博同时官宣了第七季的视觉海报,文案,我们在临深处等你, 间接证实了第七季是森林片的传言,尽管向往的生活期的,开播时间还没官宣, 但大概率是4月28日,晚间10点首播,依然是每周五起,晚10点的当期, 因为湖南卫视也官宣了另一档新节目,青年拍计划, 首播时间是4月28日,晚8点,湖南卫视目前周五晚间,10点的当期, 播出的是生生不息宝岛季,所以该节目从下周起,就会改档, 网传将吊档至每周六晚间10点,跟在你好星期六后面, 从这个排播方式来看,生生不息宝岛季的当期, 看似是让给了青年拍计划,但实则是为,向往的生活期让路, 毕竟第七季依然有,八大金主赞助,是芒果招商情况最好的节目之一, 值得一提的是,青年拍计划并不被网友们看好, 所以部分观众认为,跟在他,后面播出的向往的生活期, 的收视情况堪忧,但其实,去年的向往的生活六, 跟播的春天花会开,同样可以用, 胡,形容,但完全不影响, 向往的生活六的高热度,轻轻松松就是同时, 段位是收视率第一,在已经官宣的视觉海报中, 向往的生活期除了森林纪, 外并没有透露更多信息, 但作为一档S加级综艺, 新一季最主要的阵容已经不是秘密, 此前的招商海报已经露透, 向往的生活期的常驻, 嘉宾只有何炯和黄磊两人, 张一新,彭玉畅和张子峰忙于工作, 参与方式可能是谁,有空谁录制, 类似你好星期六中,好六团的阵容模式, 此外,向往的生活期的首期, 飞行嘉宾已经曝光,何炯,黄磊,宋丹丹, 沙翼和陈鹤一起出现在菜市场的路透层疯传网络, 同样从侧面证实了, 第七季只有两位,老人,是常驻的情况, 向往的生活期的,常驻阵容模式, 利弊非常明显,好处是路人观众无论喜不喜欢, 有争议的张艺兴和张子峰,都能更安心地追节目了, 因为流量而引发的争论也会更少, 坏处则是身为顶流的,张艺兴不常驻后, 第七季节目一定会损失,一部分热度和讨论度, 毕竟她的号召力不容小觑, 当然了,无论这种模式是利大于弊, 还是弊大于利,都是节目组的无奈选择, 张艺兴,张子峰和彭玉畅三人正处于, 事业巅峰期,没能对接好向往的生活期, 这个行程可以理解,在此前的招商TTT中, 宋丹丹、陈和两人就是你妖嘉宾, 并且被归纳在向往的亲戚们行列。